我们有请青年演员赵丽颖来为大家揭晓 大家好 我是赵丽颖 非常荣幸能够作为揭晓嘉宾出席三农人物荣誉升典 也非常荣幸为大家揭晓这位感动了无数人的时代楷模 她为乡村女孩指引成长的道路 为她们打开梦想的窗户 让她们有机会走出大山 走进大学校园 有机会成为独立的职业女性 她说 每个人都需要一个舞台 每个女孩可以在这个舞台上发光 她就是华评女子高中校长张桂梅 请问您是 我是四十年后的你 您是四十年后的我 我以后会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您能给我讲讲您的爱情故事吗 可以呗 那个时候爱情没有现在这些人的这么浪漫 要是能活在现在这么年轻就好了 和我这个丈夫结婚 她确实是多才多艺 她无理化非常好 我们为什么要孩子 她要考研究生 我要考大学 她连考了三年 我也连考了三年 等着我读大学毕业的时候 结果查完是胃癌晚期 浑身已经全部转移 她说我赔不了你多久 我说没问题 赔一天算一天 结果千亿云光了 就是人也救了 所以那一年的时光 我说那个时光能 永住在那个地方 停止就好了 那一年是 那一年的情感 倍数者 百折不脑 顽强屁股 对 我们什么都不怕 我怎么会创办一所女子高中 我在这边教书 有的时候就不读了 自己想读书读不成 爹妈把她嫁出去了 八万块 四万块就嫁出去了 孤儿院的孩子 身世都非常悲伤 那是因为女孩 被丢了两次三次 就是自己的亲爹妈呀 你看妈 就造成一代一代的悲剧 在重复地在染着 所以我就想 不要这些悲剧重演 我一直后来一直想 她只要一个女的 一个姑娘出来了 后边她妈和她的孩子 这三代人应该是不愁的 等于解决三代人的问题 所以我就想起 《大课女子高中》 《大课女子高中》 《大默特 》 《小一个女子高中》 《大女子高中》 因为我没当过母亲 我不知道当母亲的是什么滋味 但是我碰见这一群人 就把自己做母亲那种 想做母亲那种感觉 就释放了给了孩子 但是实质上 我确实想让他们 飞出大山 走进实验室 对他们的严厉 是让他们成为国家有用的人才的 醒醒来 睡觉 快点啊 快点 我真的希望我这帮孩子们 这帮学生们 他们能够有科学家 希望你们能在重要的岗位上 能够知道是默默奉献的 能够任劳任怨 把你放到这片山 你就能救这片山的百姓 我们两千多人 有一半是党人 这点我倒是 这点我倒是挺满意的 我倒是挺满意的 在这里给他听 我并不晓得梦想是什么颜色 是你轻轻转动钥匙 亲手为我打开心锁 曾几何时 她们说 女娃生在了大山 注定前路黯淡 嫁人 生子 洗衣作反 日子就是天边的浮云 可以一眼望穿 知道你的出现 让我知道了 这世界原来还有另一面 从此我下定决心 不再做依附他人的藤蔓 我要拼命生长 长成一棵树 把鲜花开满树棺 是你把一生留在大山 只为我们能走得更远 如今女儿们大学梦园 多想对你说一句 这世界有那么多人 多幸运有你在身边 张贵梅校长因为身体原因 我们不忍心 她长途劳顿来到北京 我们以一种特别的方式 为她颁奖 优优独播剧场上 亲爱的张老师 您作为我们大山里的教育工作者 您帮助了我们 许许多多大山里的女孩 我们每一个人 都被你的精神所感动着 我们也会迪力前行 努力学习 以后抱下我们的祖国 建设我们的家乡 谢谢孩子 今天领这个奖杯 实质上我是替我们三里的 所有的老师来领这个奖杯 替我们女高的老师 来领这个奖杯 能把你们送出大山 不是我一个人 是我们所有的老师 是我们的党和我们的政府 是我们的父老乡亲 是我们这块肥沃的土地 谢谢我们山里的所有的老师 是他们陪伴着你们长大 是他们培养你们 作为国家的栋梁 希望你们长大后 能够成为他们 能够为祖国 为人民做贡献 撑起一片蓝天 在今后 希望我们三里的所有老师 能让我们的所有三里的孩子 读上更好的书 需要的书 谢谢 谢谢张贵梅校长